中进程导弹 就瘫痪了伊拉克的地面雷达战和防空网络 而如今导弹作为战略威慑力量一般不会轻易使用 哪个国家拥有了导弹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被其他国家禁住三分 战略弹道导弹一直以来都是解放军发展不对称装备的重中之重 那么如今中国的弹道导弹究竟如何 能不能应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消耗呢 据2017年中国军力发展史中首次公布 解放军拥有弹道导弹数量2600枚 按导弹的射程远近细分为近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 形成了完整的图形 从射程600公里的东风11东风15到1000公里的东风16 再到1500公里的东风21和4000公里的东风26 对西太平洋第一导链第二导链完整覆盖 可以说火箭军是中国最后的战略档台 也是能够打赢家门口战争的最大仪仗 绝大部分导弹可以装配小当量的核弹头 具备核尝兼备能力 能摧毁敌军军事掩体 装甲战车 机场设备能力 然而又有人对2600枚导弹够不够用提出质疑 据美国兰德智库发表的报告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 同时规模最大的中进程导弹部队 每次大规模实战发射演练 都会让周边保持安静 目前中国东风21已经有6个发射营 可能已经装备有80枚东风21和东风26导弹 这类导弹进入大气层后 速度可达10码度 并且具备机动变轨的能力 可在12分钟内摧毁2000公里内的目标 主要攻击对象包括航母舰体 军事基地 武器库 作战指挥中心等等 同时东风21采用了分导式弹头 加装多种诱饵弹头 反导系统难以做到有效拦截 而中国现役的东风21系列导弹 应该已经达到了150到200枚左右 此前美国兰德智库专家就分析 大概只需要80枚东风导弹 就能打击56处军事基地的重要目标设施 让某美军基地瘫痪一个月 而这样的能力 对一个中小型国家来说都是恐怖 150多枚东风21 足以应付任何局部战争 而作为护国之盾 射程即是真理 2600枚东风快递 相信不会有哪个国家愿意签收 关注军武银汉 每天都看军武短视频 各位战友下期再见